一刀酥酥 喜悼公子 精心制作 2291集 张老 我用绷带帮您止血 其中一名剑道宗师盟的成员 急忙掏出随身鞋带的一用绷带 跪在地上替公子包扎止血 一旁的林宇也赶紧趁着功夫 摸出了随身鞋带的止血生机药杆 涂在了自己的肩头 很快 他的血也止住了 不过 血虽然止住 伤口却还是剧痛不易 好一个鹤家肉 在这种情况下 居然还能做到绝地反击 公子狠狠地扫了林宇一眼 声音中既有愤恨之意 但同时又有敬重 他没想到林宇伤得这么重 还能有此等的余威 林宇扫了他一眼 呼吱呼吱地喘息着 和华夏人其实你们这种鼠辈 所能随意欺辱的 纵然断手遮蔽 也定要打你个皮开肉战 好一个皮开肉战 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让我皮开肉战 公子 脸一沉怒喝一声 接着脚下一灯再次 朝着林宇冲过来 他的脚下跟先前一样 不虚不及 但是每一步都坚定有力 丝毫看不出有受伤的痕迹 在他冲到林宇跟前之后 他手腕突然一抖 手中两把窝刀突然合二为一 狠狠地朝着林宇身上刺过去 他这一刀刺来的速度奇怪 以林宇现在的身体状况 根本没有能力去闪避 所以只能抬手拿手中的匕首格挡 在公子手中握刀 击到了林宇手中匕首的刹那 握刀突然一分为二 其中一把狠狠地朝着林宇拿刀的 刀刀挑去 林宇脸色大变 急忙一松手 任由巨大的力道 直接将他手中的匕首扫出去 而与此同时 公子手中另外一把握刀 再次朝他刺过来 林宇急忙翻身躲避 但是公子手中两把匕首 宛如落雨一般地交替刺来 连绵不绝 他只能在地上不停地翻滚躲避 突然间他身子重重撞在了护栏上 林宇的心头就是一沉 知道自己撞向了大坝两侧的护栏了 已是无路可走 而此时公子手中的窝刀 已经再一次急速地刺了过来 林宇神情一临 右手用力地一把抓住身旁的护栏 左手往上一转 陡然间借力往下一番 身子立马从地上翻转到护栏之上 而公子的两把窝刀也看看刺空 扎在地面上 但是公子的反应极为敏锐 在林宇拽着护栏翻身躲避的刹那 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双手会刺空 所以他直接身子一片肩膀一沉 狠狠一个肩撞 撞向林宇的胸口 林宇此时 腾起的身子正处于旧力威胁心力卫生之计 此时根本就没有办法躲闪 只能下意识地双臂往前一挡 但还是被这十大厉沉的肩膀撞击撞飞出去 身子狠狠地砸到护栏上 接着反弹出去 在地上翻滚树词 这才堪堪挺住 好 一众见到宗师盟的成员见到这一幕顿时兴奋 大声叫好 不过想起刚才公子对他们的训斥 他们立马又收住了声音 林宇躺在地上 只觉得胸口闷痛无比 甚至连呼吸都有一些困难 四肢无力 一时间难以起身 虽然质刚纯体可以保护他身子低于刀枪剑击 但是却无法阻挡内力 而公泽明显深知这一点 所以刀刃所攻击的地方 都是林宇的面部颈部四肢 这些相对薄弱的地方 而击中林宇胸口的时候则用的是内力 其连遭受公泽两次重击 再加上先前内伤和同毒 林宇的身子已经虚弱到了极致 每块肌肉都发力酸痛 几乎没有反抗之力了 公泽此时也已经看出了林宇的虚弱 倒是也没有着急着继续出招 双刀一收淡淡地扫了地上的林宇一眼 傲然说道 你败了 你说这话 未免太早了吧 我这不还没厌气呢吗 林宇吃笑一声不服输地说道 你就这么想死 我虽是可以称权你 不过就这么杀了你 未免有些太偏意你了 公泽冷冷说道 真是好笑之机 你怎么那么有信心可以杀了我的 林宇冷笑一声仍旧嘴硬 同时他仍然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躺在地上始终未动 你现在连跟我交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又何必以为最硬 我像好了 你虽然杀了我们尖刀宗世蒙中毒武士 但是 倒也算是数十年来 我尖刀宗世蒙从未遇到过的境地 所以我要将你的手筋脚筋条断 带回我们大虚日帝国 在祭殿一种尖刀宗世蒙武士的身舍上 亲手将你的脑袋看下来 用你的鲜血冲洗身舍的地面 以为那些武士的在天之灵 你还真的是想得美 我告诉你想要让我跟你走 比杀了我还难 林语冷笑一声 说着默默自己嘴上的鲜血 同时隐蔽地将手掌中 夹的一粒黑色药丸送进嘴里 这是他先前从长白山获取的天才地宝 仿照着米国特清除的基因药液 自制的一种固本归原的药丸 能够让人短时间内恢复精力 提升实力 这便是先前跟抗金龙他们所说的 有把握全身而退的原因 就是仪仗着这颗药丸 不过因为这种药物 是他第一次研制 他从未使用过 所以他不知道药效到底如何 也不知道时间将会持续多久 但是有总比没有枪吧 等这颗药丸起效 起码也可以帮他拼上一拼 接着他摸出几根银针 利落地扎在自己身上的穴位上 帮助恢复体力 是吗 那我现在就一刀杀了你 公泽面色就是一寒 突然间急速上前一步 狠狠一刀刺向淋雨的薄像 不过他这一刀即将刺中的时候 却笃然停住 他冷笑一声 你想这么痛快地死 没门 我先杀了你 我怎么舍得死 淋雨冷笑一声 接着突然闪电般地伸出二指 一下夹住了公泽的窝刀 猛地一扭嘎嘣一声 公泽手中金刚打造的窝刀 竟然生生被淋雨两根手指夹断 与此同时 淋雨手腕一甩一抖 手指间夹在那段结窝刀 立马闪电般地射出 直取公泽面门 这一招实在太出乎公泽的意料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他 竟然会如此巨大的爆发力 所以根本没有射放 那段刃飞来的刹那 他都没有回过神了 只是条件反射般侧头 而仍旧被段刃扫中了脸庞 他瞬间一阵火辣辣的刺痛感 从脸上袭来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